重點其實主要就是把我們前面所做的人工手動的方式 把它改成就是自動化流程 也就是要寫一點程式 所以後面練習基本上 總共大概我是希望把這五個按鈕給產生 那五個按鈕其實就五個功能 那每一個功能的背後就是一個Sub 那這個Sub一定寫在模組裡面 反正沒有意外 反正你就是寄這樣就OK了 其實說這個程式也不是要寄太多 還有另外一點跟各位講 每本書或每個老師教的也都不一樣 所以我是建議你就選一個 你覺得記得起來就好 你不要寄太多 不然最後根本搞不清之後應該程式寫哪裡 OK 那還有一點 你可以用字的方式去敘述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程式說真的 每個人寫出來的結果一定都不一樣 那上個禮拜的話重點是住宅切到下宅 那也就是說最早我們資料是來自於那個 就是Google的開放資料 所以後來我們是找到那個切到按鍵 那只是說每一次都下載之後把它打開 那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採了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所以我這邊有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的話就是 在哪邊 在下方 這邊有個範本 有沒有 這個住宅切到下載的範本 OK 那這個範本裡面的話 實際上當然它有兩個參數需要做一個修改 第一個的話就是網址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改VBA就改第一個 Test後面分號 有沒有 這個地方記得在我滑鼠停留的這個位置裡面 加上你要下載的資料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它的編碼方式 在開放資料裡面理論上目前看到最多的 就是有兩種編碼 一個是Big 5 Big 5 就最早傳統的那種編碼方式 那第二個就UTF8 所以如果你不同的編碼方式 當然一定會有亂碼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把這兩個 所以喔 假設你完全沒有的話 你就Ctrl C 把這個範本把它複製下來 那這個是在第一個單元裡面 第12頁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就貼到哪裡呢 當然首先一定要開發了你的Videobas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先確認一下你有沒有模組 如果你沒有模組的話呢 你按右鍵記得插入個模組 那程式基本上就是貼到模組裡面喔 OK所以我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一個模組就會多一個module1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上 OK 那姿態小的話 記得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把它稍微自放大一下下 那並且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編碼 那網址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從上面這邊有一個網址 其實就是我們從開放資料裡面找到那個連結 那怎麼知道哪一個啦 其實就檢視資料 理論上是這一個 不過好像台北市政府這個連結有點保護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來下載 它會出現錯誤 所以後來我就換了一個方式 其實下面這個CSV有沒有 它其實也是一個CSV連結 所以我後來改成這個 所以特別說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好像只有台北市政府的提供的網址 無法下載 但是其他單位的我不確定 大體上我發現都可以 只有台北市政府比較特殊 我在想說它社會上面 是不是有做一些加密的動作 然後讓你的那個下載是沒辦法 不過既然是開放 所謂的開放資料應該就是 你不要再做一些特別的保護了嘛 那你就不是開放了嘛 對 你就是什麼 加密資料了嘛 對不對 OK 因為其實之前在我們這課程前幾期 沒有問題耶 是後來才有問題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這個陳邁人員有看我上課 他醒了 他這樣 可是問題有什麼關係 你就是開放嘛 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啦 我滿想要打電話問他的 其實這邊有電話 好像他這邊有提供電話 陳永行先生 有沒有 OK 他就有電話 不過這樣滿尷尬的 不過如果比較有空的同學 可以打電話問他看看 好吧 開放資料其實我覺得還滿OK一點 就是說 基本上他是確保這個資料是絕對客觀的啦 也就是這個資料 我覺得可靠性應該是滿高的 因為公務員不能隨便登載嘛 理論登載的話呢 其實是犯法的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 而且如果你發現這個登載有錯誤 其實他應該要修正的耶 像我發現他裡面資料有一些地方 地址是有問題的 有沒有 給的好像不是正確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跟他溝通一下 當然 這個是前提啦 可是問題是 你如果假設來源端 他沒辦法幫你做一些修正的話 那變成你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想辦法去把它修正 大概是這樣OK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按右鍵把它複製連結網址 然後並且把它貼到我們的程式的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沒有把它貼上 Ctrl V貼上 那這一長串 其實這一長串也可以從這個 這一長串網址裡面 可以看到他一定是HTTP 然後呢 他後面的話一定用一個技術叫.php 去執行某一個資料 當然.php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是一種程式語言 它是一個網頁的一個動態的程式語言 如果你假設知道這些的話 那當然 我覺得更好 因為我發現現在職場上面需要用到的相關的專業技術才太多了 OK 不只是Excel 不只是VBA 可能其他我覺得如果有時間 像那個Python 那個可能最好也可以設列一下 甚至是PHP的部分 你也可以設列一下 OK 那我想如果你每個專業都OK的話 我覺得你的路絕對是非常非常方寬 那再加上你本身的專業技能的話 哇 那其實我說真的 那現在很缺的跨域人才 其實你說跨域嗎 但我覺得現在也許是叫跨域 可是未來或許慢慢會變成常識了 因為現在像程式素養 好像不得了 現在敢會寫程式 基本上是一直專業 但以後或許變成連小學生都會寫程式 我覺得這有可能 那只是說也許還沒那麼快 但是10年之後20年之後 誰敢 一定會有慢慢的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這個地方 編碼方式是哪一個 不過按照我們上面這邊看到 它編碼是 編碼格式 它是Big 5 所以如果是Big 5 那你就輸入那個編碼方式就950 如果是UT8的話 那就是65001 反正你就記這兩組數字 基本上暫時就夠用了 它是Big 5 所以我們就用什麼 如果他說是Big 5 那我們就Big 5給它 Big 5 950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執行之後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狀況 看一下 接下來執行 執行這一行 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 把這個裡面的所有資料clear Sales點clear Sales指的是所有的儲存格 它加S 這是一個集合 點clear的是一個方法 就是把這裡面的資料全部清空 然後再幫我把它利用呢 這個什麼 目前所在的工作表裡面 那我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我呼叫一個物件 叫做Query Table物件 其實主角就是它 為什麼可以把資料下來 就是靠Query Table這個物件 它有一個方法就是add add就增加 增加一個connection就連線 那這個連線的話 就是把網址這個資料 視為一個網路連線 連到那邊去 然後把資料串流的方式抓下來 然後有編碼方式 那其中當然這邊有相關參數 就是你designation 是你要放哪裡 要放A1 所以將來 這個地方A1 指的就是你要放哪裡的意思 A1 把它放在A1 延伸出去的範圍 另外的話 這個第二個參數 實際上就是test file 的common common是指的什麼 豆點 因為csv裡面 就是用豆點當成分割符號 OK 其他最後的話就是編碼方式 然後refresh就是真正把資料給下載 所以如果假設無法下載 通常會是這一行錯誤 OK 如果這一行沒錯誤的話 理論這樣應該就可以過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當然如果你怕說太快 你按F8好了 F8的話是主行 清除掉有沒有 然後再給它網址 然後我要用豆點分割 然後big5 用big5編碼方式 然後refresh的話 這個後面有個參數 叫background query false 意思說是不是要在背後執行 不要 OK 也就是說你會跳出一個那個 有沒有 所以不要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前面好像會跑一個畫面出來 好像正在幫你下載 可是你會發現 奇怪老師 為什麼下載出來資料呢 怪怪的 它是亂碼 那跟各位講 雖然它上面是跟你講說big5 但可能它不是big5 我在想說它是UTF吧 所以有一個方法 把它改65001 反正二選一 如果這個編碼錯 你又換一個 基本上應該都OK了 把它執行一下 OK 那理論上就沒問題了 好 那這個大概下載OK之後的話 第二個我們要增加 因為我們畫了三個圖 有沒有 第一個圖是歷年切到折線圖 需要年對不對 第二個是比例需要區 第三個是路接到 需要這個什麼了 路接到的這個 所以呢 我當然會希望說 那你幫我下載完之後呢 那順便幫我插入三個欄 那之前我們是自己手動 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第一欄 然後這個是第二欄 第三欄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要每次都自己來 有點浪費時間 那我可不可以全自動 就是當它下載完之後 自動插入那幾個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那做法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在下面再寫一個sub 然後這個sub 我在影片上有講 所以你們自己就再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用錄製的 所以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你可以錄一個什麼這樣 先錄一段就是說那個插入年的那一欄 那其實它主要動作啦 不過它就是1到5的這個動作有沒有 插入在D欄插入一欄 然後呢 再輸入那個標題 標題的話就是 把游標放在D1上面 D1在這裡 有沒有就是這樣 按右鍵 先插入一欄 然後游標放這邊輸入年 然後在這邊輸入那個什麼 輸入公式 然後再向下填滿 那如果這個動作你不會寫的話 你先用錄製的 錄製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那錄製完之後的程式 就是這麼一長串 不過後來我是有把它精簡 因為其實 聚集錄下來的 其實它是根據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而產生的程式 但是有的時候你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根本不需要有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所以我把它精簡完之後的話 其實就類似像這樣插入欄 可以有這樣 然後當然除了年之外 還有區跟路階道 所以分別 其實你有一個之後 其他你就跟著改 改完之後呢 就可以有一個sub叫插入欄 所以這一段喔 Ctrl-C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直接先貼到這裡好了 當然這怎麼做過程 在影片上面都有 我建議你們可以跟著做 這個也是如何把你不會寫的程式寫出來的一個簡單方式 那主要是透過錄製聚集再修改 OK 所以如果以後你會錄製聚集之後也會修改的話 那很多地方的程式就可以把人工作業變成自動化 OK 所以喔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我把它Run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插入欄就是按F8好了 有沒有要放這個sub裡面 然後如果執行的話按F8 有沒有 它先插入D欄 所以插入D欄就是colons 這個物件可能要學一下 那物件 colons就是哪一欄 D欄 insert的話有點像 反正就一個敘述啦 所以你慢慢習慣的話 它也跟講話差不多 你在D欄的地方幫我插入一個空白欄 所以這個有沒有發現 執行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OK 然後在D1的地方放個黏這個字 那其實就是把黏這個字 幫我放在這個rangeD2 所以黏就放進來了 所以這個等號 在這裡的意思應該是把後面的東西放在裡面的意思 所以等號不是計算結果 不是像數學一樣 這個應該是把後面的資料放在前面 那要一般叫賦語啦 或者賦語有點太文言了 把它放進去就對了 這意思應該可以理解 然後一樣嘛 再把這個公式放到這邊來 OK 放D2 有沒有 然後再向下填滿到底下 那就是autofill 有沒有 autofill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還滿直覺的 那也就是說他有一套自己的語言邏輯 所以你只要習慣他語言邏輯 你就可以跟他talk 那他就會照你的方式 去把你要的結果做出來了 那你以後執行不就OK了 所以向下填滿就OK 那再來一樣的道理嘛 所以這四行 複製貼過來改 有沒有 其實也是一樣 那我們做的事情差不多 比如說在曲藍的地方insert 這地方有沒有 然後一樣嘛 然後在這邊的話 不過我覺得insert這個好像不要沒關係 當然我先加 然後放個曲 放個mid 然後再向下填滿 然後再藍寬 這個最後一堆 因為藍寬再加一下 10 把它調一下 OK 藍寬變10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 有不要放 這個是多一樣的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 這個把它註解掉 註解的話就是加單以後 不過他這個上面有一個工具列 就是可以幫你把它加註解的 使程式變為註解 OK 那再來就入階道了 OK 入階道 然後再來就是 也是一樣 有沒有 放公式向下填滿 完成了 OK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 希望把這兩段 兩個sub合為一的話 那理論上是應該下載完之後 自動插入欄 所以你可以什麼 把這個下載完之後 再呼叫插入欄 你可以打個call call call什麼 call插入欄 這個把它 再把這個 加到這裡來 那兩個就是合為一了 也是它下載完之後 自動再去執行插入欄動作 我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這邊下載 這個下載 清掉記錄資料 然後再綁資料下載 有沒有 然後這邊中斷 按F8 再做剛剛一樣的事情 那我就讓它run一下 那就二回一了 所以你會發現 之前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一個按鍵就完成了 那當然最後呢 你就是在這邊再插入一個按鈕 放在這邊 這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什麼 住宅切到下載 然後呢 把它稍微 放在這邊一下 好 那一樣嘛 最後按一個按鈕 然後讓它跑跑看 有沒有 資料下載了 然後這邊 中斷點拿掉 讓它全部跑完 那就有結果了 不過啦 你可以發現 奇怪老師 為什麼按鈕剛剛不是在這邊 怎麼不見了 因為只要你調整欄寬 它其實按鈕都會移動位置 跑到這邊來了 怎麼辦 還要把它搬回來 好 然後再放過來 OK 不過你說老師 他每次按鈕有點麻煩耶 所以最後我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按鈕假設會變動位置的話 有個方式可以讓它固定 就是按滑水右鍵 這邊有一道控制項格式 有個摘要資訊 然後再按鈕 那預設是大小 這個按鈕 大小位置會隨儲存格 也就是儲存格 位置變了 它會跟著變 那我可以改什麼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改變 也就是你給我定在這邊 不要動 不然的話 每次意義 它就跑位置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應該完成 記得喔 按滑水右鍵 有個什麼 控制項格式 然後摘要資訊裡面的大小位置不隨儲存 那這樣OK的 那我們這樣看一下 基本上上個禮拜的重點就完成了 OK 那另外的話 待會我們其實今天希望是把什麼 把總共五個按鈕分別完成 歷年折線圖 有沒有這個是年嘛 然後區域入街道 分別我們上上禮拜應該是畫這個 跟這一個 跟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不過呢 我們是用人工的方式做的 那你想說 對今天重點是 我希望有個按鈕 這個按鈕放在這邊 按下那個按鈕之後的話 這個就自動出來了 這個也自動出來 這個也自動出來 就是不是用人工的喔 那怎麼做 其實方法差不多啦 不會沒關係 你會用錄製再修改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前面的這個部分 也許再稍微重點看一下 我覺得關鍵地方應該就是了解 如何使用那個 這個程式幫你完成一些事 所以兩段 一段是那個 這個下載 一段是藍的部分 那好像這一段是可以刪掉的 所以 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看一下我那個程式 理論上就是這一段 應該是可以再把它去掉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直接call的話 可能這一段應該到 當然到這邊吧 這一段其實應該是跟上面重複了 所以這個把它delete掉了 OK 好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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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